大家好,我是呼喊 前几天蹦出来一件小事 就是微信花十块钱就能修改朋友圈定位 本来你在工地搬装花十块钱 你就能变成在马尔代夫做物体的空间位置转移 逼格满满啊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修改定位有什么用 在我们普通人这里是没有用 但是在PUA学习者眼里这就是大用处 PUA全称Pick Up Artist 起初只能是一群受过系统化学习实践和不断自我完善情商的男性 后来范指很会吸引异性 让异性着迷的男女们 字面上的解释 PUA指的是搭讪艺术家 显然这也是一个搏来品 不过到了中国就变位了 从2008年到2012年 PUA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短期速成办 正经的PUA流程是通过提升自我来吸引异性 然后开始交际 短期PUA成了通过伪装自己来吸引异性 然后骗上一炮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为什么会有人花十块钱改朋友圈定位 给大家科普一下PUA的套路 尤其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女性同胞 首先最成功的就是虚假人士 达到这一目的 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对朋友圈的装修 今天定位上海 明天定位北京 晒豪车 晒名表 晒夜店 晒酒吧 给你直接感受就是 有钱 会玩 年少 多精 其实他们的那些图也不是假的 都是在摄影棚里流水线拍摄 在由PUA培训班统一发给这些学员 供他们使用 朋友们 你们要坚信 真正的富豪一定是这样的 而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套路 就是编段自己的经历和故事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故事成了一个人有魅力的象征 PUA这群人都不是没有故事的男同学 各种类型的故事 什么出国留学的 白手起家的 屌丝逆袭的 父母双亡的 女友去世的等等 这用他们的术语叫脆弱面展示 先让你看到他豪车名宅的光鲜 再让你看到他坚韧有趣的灵魂 一下子激进你的同行星 你觉得他这么优秀 还这么可怜 他经历了多少苦难 才有了今天 你一旦同情了 就有了下一步进展了 这步进展就是拉近关系 彻底消除隔阂 比如看个电影唱个歌 喝个小酒唠唠嗑 这就是对于下一步 骗上床的前夕试探 举个典型的渣男例子 为什么有些女生喜欢渣男 因为他们长得好看 贼又甜 认识不久就骚话连篇 今天哥哥明天被 后天变成小宝贝 这些打擦面球的骚话 和亲密的称谓 就是对于下一步 亲密接触的试探 在PUA的套路里 也是这么来的 最后骗上床就是吃了兔 吃了兔都算是有良心的 这种还很直接 以上床为目的 有些PUA就是一群 变态男子集散中心 他们以虐待女性为乐趣 这种虐待不是身体上 而是精神上 他们是真的会 以和女性交往为目的 在确定男女关系后 才原形毕露 他们内部术语 有一个所谓的五步陷阱 简单讲就是 先摧毁女性的自尊 用各种话语和行为 不断灌输 你是个废物 你什么都做不好 你是个壁齿 等等类似观点 让女性形成自我暗示 觉得自己真的不行 然后开始对于女性的操控 让女性认为 失去这个男性 我就会死掉 然后不断分手和制造矛盾 让女性变得更依赖自己 再往下一步 有些是榨取钱财 有些甚至引导女性自杀 2018年5月 一个团队手满为诱惑的危险 以及封银的响牛军团的 POA组织被曝光 让POA引发舆论关注 该组织不仅教授骗财骗色技巧 更是教授以自杀鼓励 宠物养成疯狂榨取 为卖点的POA课程 为达到情感操纵目的 不惜鼓励女性自杀 2019年5月9日 江苏省庭网安总队 和连云港市局网安支队 成功查处一起 都受非法POA教程 传播涉及实施诈骗 淫秽色情等 违法信息的案件 这起案件是全国首地查处 发布违规违法POA信息的行政案件 违法行为人徐某 已被行政拘留5日 并处以罚款5万人 相关网站及通讯群组 被责令关闭 违法违规POA课程 被全部清理 不过根据调查 截至2018年5月22日 在多家知名网站上 POA发展会员为182.31 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我发现现代社会中 每个人在与人交往时 都不会彻底坦诚 或多或少有些人设 或者说有些包袱 尤其是以情感交往 为目的的交际 这种人设会更多 我们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 只希望大家在交往前 多留点心眼 别被人骗了还帮人家数钱 卡点历史爱信不信 孔子被尊为圣人之后 后代跟着享乐福 北宋徽宗年间 给孔子后人封了衍圣宫 世袭罔替 不过这群衍圣宫 没一个有出息的 靖康之变后 衍圣宫孔端有跑到了南方 成为孔氏家族 南宗十足 而他的弟弟孔端操投降的金国 成了北宗 到了后来蒙古南下时 标榜中军的孔家 分世蒙古金南宋三国 惹得天下耻笑 元朝把南宗北宗整合 到了明朝 对于孔府也是待遇有加 加封太子太宝 太子太父 四田六十万亩 结果1644年 李自成刚攻破北京城 时任衍圣宫的孔印旨 就在孔府供奉 大顺永称皇帝荣位 这还不算快的 得到清军入关的消息后 孔印旨立马写了一篇 出尽表文 各种未填 并且率领全体族人剃头 这还不算狗的 1908年 孔家所在的山东省 被划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而我们的衍圣宫 孔令仪敲锣打鼓 把基督教皇帝 威廉二世的画像 迎进了孔府 这操作六不六 孔令仪的儿子 第76代衍圣宫 孔德成在抗战期间 鼓吹中日 同文同主 纵观孔府千年历史 圣人一